请 世子请稍后 王妃还未醒 玉秀这就去禀报 不用了 你先下去吧 怎么 我说话你没听清 是 哥哥 我来求你 救父亲一命 你恨他也好 怨他也罢 他都是我们的父亲 母亲已经走了 如果父亲再有个三长两短 咱们这个家就散了 我们不能眼睁睁地 赶着父亲去死 阿妩 就算哥哥求你 看在父亲 以往对你疼爱有加的份上 救他一命 没想到 没想到 你对父亲恨得如此之深 哥哥的 从来就没什么大的报名 就是希望一家人 能够其乐融融 现在母亲没了 父亲再遭遇不测 咱们这个家就散了 我罢了 阿妩不愿意做的事情 哥哥绝不会勉强 他就想要说 少年 了 并不愿意 你还要不愿意 你帮忙 他 Chao 都不愿意 你还能不能市民 你不愿意认这个父亲 我认 我这就去救她 如果此行遭遇什么不测 咱兄妹俩 就就此别过 这一刻我脑海中浑浑噩噩 只有一句话 我的生身父亲即将被问占 世人都觉得 豫章王妃能夺成杀敌 是少有的坚强女子 可此事我最不想听到的 就是坚强儿子 篡位之罪害母之恨 却缠绕着剪不断的血脉之情 这就同时 就ora到哪里了 今天表现正宝地 那就还会捐 这样掌握励 二十二四十多 在陈悟儿子 这也不十对 这人这些 这群这人 那是